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ny 美联储会议纪要今天下午公布了 大部分内容和1月26日会议后面的声明是差不多的 整体基调就是要加息缩表 会议纪要主要内容包括联邦基准利率维持零利率 缩减债券资产的购买到3月份结束 那这几条都没有新意 属于已经被广泛接受的一个事实 因此对市场不会有什么影响 会议暗示3月加息 并且按鲍威尔之前的说法是 每次开会都有可能加一次息 全年加息1.75% 市场基本上接受了这一个论调 对于是不是会有缩减资产负债表的细节 这次会议纪要基本上还是和当时开会后的声明差不多 就是认为现在讨论缩表是必要的 缩减公开市场账户的资产 主要是债券到期收回本金来预测缩减的规模 公开市场账户主要持有国债 会议纪要并没有给出意外的信息 所以大盘在会议纪要之后有小幅反弹 这个说明美联储的文件对市场具有深刻的影响 当前美股主要受两个主要线索的影响 最重要的就是加息预期了 不过利空的边境影响正在逐渐的减弱 市场正在甚至是已经消化了三月可能的加息预期 另一个比较次要的是俄罗斯乌克兰局势 星期二有消息表明俄罗斯将边境军队撤离一部分 美股反弹 星期二消息面又表示俄罗斯正占俄乌边境增加比例 通过制造紧张气氛 天然气和原油继续上涨 俄罗斯经由乌克兰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北溪二号管道 已经完工正在等待德国批准 拜登表示要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那这条管道将不允许运营 以此来制约俄罗斯 另一方面把原油价格炒高之后 美国的页岩油工业又有钱赚了 重启开采之后 俄罗斯等于炒高油价来恢复美国的页岩油 普京估计也是不乐意看到啊 所以影响美股的第二条主线索俄乌局势 估计是雷声大雨点小 成为美股黑天鹅的概率 是有一定的概率 但是不会太大 美股走势遵循股市涨久必跌的基本规律 从2020年3月以来 美股持续上涨 中间有各把月的调整 都没能扭转美股的上涨趋势 这样就积累了非常多的获利盘 获利盘的抛出肯定对股价有下调的压力 美股在重大黑天鹅事件的情况下 会暴跌崩盘 一次性洗盘 这个是历史上多次上演 加息和俄乌局势 任何单一的事件都不足以使美股暴跌 但是问题是 如果两个事件叠加呢 战争导致物价飙升 加息节奏快于预期 那就有可能会伤害到美股大盘了 大型金融机构表示 如果标普再跌15% 美联储就会救市 如果再跌15% 累计从高点跌下来23% 算是一个巨大的回调 果真再跌15%的话 不救市会引发金融动荡 毕竟美国的股票和中国的房子是一样的 是人们用来囤积最大财富量的地方 美国不希望股票暴跌 就像中国不敢让房子奔旁一样 作为投资者我们每年都会碰到一些新的事件 有时历史是重演的 有时不是 利空的出现是股市里的常客 利空是用来解释下跌的理由 但是实际上 涨了一年半 时间够久 大盘涨幅够大 才是涨不上去 只能调整的理由 元宇宙在概念炒作之后 现在是一地鸡毛 元宇宙第一股Roblox 财报后大跌27%左右 RBLX Q4营收是5.67亿 同比增长83% 比市场预期的7.72亿差很多 每股收益亏损0.25 市场预期亏损是0.14 也远不及预期 日活用户4950人 同比增长33% 用户参与时间108亿小时 同比增长28% 增长速度什么的 看起来都不错 但是因为不及预期暴跌了 因为业绩不达标 而暴跌的在本次财报季当中 都是出现了20%以上的单日跌幅 风险真的很大 正在转型元宇宙的MEDA 股票持续下跌 也体现了投资者对FB长期看不懂 短期看不爽的态度 除了去年苹果隐私保护政策 导致广告业务受到冲击 最近谷歌的安卓系统 也推出新的隐私保护政策 抖音海外版TikTok 也占据了用户的流量和时间 Facebook Instagram等 拳头产品的用户粘信 逐渐被抖音所替代 其实互联网科技更新换代是非常快 也非常残酷的 曾经QQ是我们主要的聊天工具 现在用QQ的人还真是越来越少见了 密码都快忘记了吧 以前还有一款叫MSN的产品 银行资金部场外交易都喜欢用MSN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在用呢 所以即使现在很流行的软件 也有可能以后变得不流行 这对我们投资有一个重要的提示 所谓的长期投资 不是永远不卖出 而是要看公司是不是前途堪忧了 IOS和安卓两个系统都提出了隐私保护政策 广告精准定位受限 广告业务受到影响 正是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让扎克伯格彻底转型 希望敢在苹果之前拿下虚拟现实的生态系统 个人认为虚拟现实头显仍然不如手机一样 简单实用 要达到手机一样的普及程度和使用时间 恐怕这个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也许未来的虚拟现实 要和普通的眼镜一样很轻便 并且不会让人产生头晕的后果 操作系统也要非常容易操作 才有可能替代手机 技术上如果苹果推出VR和AR产品 那必然是FB的强劲对手了 FB要投入巨大的资本 也得冒巨大的风险 有时走得太过于超前 投资者看不懂长远 反而股价要下跌 扎克伯格将自己的员工称为Metamates 员工变为员工 企业价值观是长远的过程 所以叫什么名称 实际上也拉升不了股价和市值 概念过去之后 投资者更着重看的是下一个季度的财报 是不是又走下坡路了 电脑有微软这个巨头 占据操作系统最大的山头 手机操作系统及其生态 出现了苹果和谷歌两个巨头 下一个会是什么 谁占了山头 谁是老大 看准了下手 这当然是投资有前瞻性的必然要求 在拓展下一个流量制高点的尝试中 特斯拉着力于电动车作为终端的生态价值 Metamate看重VR设备的系统平台 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电动车更具有现实发展的意义 毕竟它属于衣食住行里面必须的一个环节 并且随着特斯拉的快速成长 别人要进入这个领域门槛也是越来越高 特斯拉作为终端 其流量价值至少是有钱买车的客户 单一用户的价值更高 而VR的优点是价格逐渐的便宜 头显一体机也逐渐的简单 容易使用 从终端数量来看 VR的量要更大一些 但是买得起VR也不一定要很有钱 所以Metamate单一用户的价值不可能有特斯拉的高 对于投资者来说 看长远 特斯拉简单易懂 普遍接受 Metamate面临的不确定性会更多一些 所以特斯拉9000多亿市值 而Metamate接近6000亿的市值 怎么算都是特斯拉更靠谱啊 资本市场擅长讲故事 未来的事情拿来炒作 先把股票炒上去再说 比如SPCE就是一个炒消息的个股 不过经常这么干 已经越来越不咒效了 维珍银河出售火箭票 一张票45万美元 定金是15万 有2.5万美元是不可退款的 股价在线一日游行情 星期二涨了31.94% 星期三回落了 维珍银河多次通过消息炒作 拉高股价 最后都以巨大的下跌收场 就一年内来看 最高价和最低价之间可以相差7倍 投机这只股票具有巨大的风险 如果从会计上来讲 出售太空旅行的票 叫做预收账款 并不能确认为是收入 那这样的消息 并不能支持股价长期走牛 要小心消息炒股的陷阱 美股品种繁多 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大 适合自己的风格选择股票 如果求稳 那最好的方式是买看得懂的股票 毕竟商业社会 公司能有实实在在的收入 才是生存之道啊 盘后英伟达发财报 这是继苹果 微软 谷歌等巨头财报之后 市场最关注的一个财报了 今天英伟达的期权 不管是看涨期权 还是看跌期权都上涨 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明赌英伟达会涨的人多了 看涨期权上涨 赌英伟达下跌的人也多了 连看跌期权也上涨了 期权术语中 这叫做隐含波动率大幅上升 说明投资者对盘后英伟达的股价 做出不是大涨就是大跌的判断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财报季稍不达预期 就会出现20%以上的暴跌 这个给短线交易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当然也是巨大的风险挑战 那英伟达的财报就等市场来检验吧 我也不可能每个季度 去因为财报调整餐位 好嘞 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